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这两天的新闻的关注焦点 依然是在中国武汉发生的这个新型肺炎的疫情 这个疫情也是逐渐的传遍了全中国 甚至传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 几乎所有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焦点 都放在这件事情上 甚至我们新西兰的总理 今天是去到了新西兰著名的 怀唐一协议的签署地 在毛利会堂发表演讲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次的肺炎疫情 当然它是从新西兰的角度来来 向全国人民保证这个疫情 新西兰是有能力处理 有能力把它控制住的 这个到目前为止 新西兰还没有出现一例确诊 或者疑似病例 因为在本周四 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怀唐一日 是怀唐一日 是相当于就是新西兰的国庆日 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 政府的这个首脑 以及各个党派的领袖呢 都会去怀唐一的所在地 去在毛利会堂 去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 这个总理今天也做了这个表态 更新一下新西兰最新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刚才所讲的 没有一例确诊或者疑似病例 对于新西兰的民众来讲呢 这算是一个还算让人安心的好消息 虽然我们离开这个所谓的 这个疫情的最中心的地区呢 是其实是相当的远 但是我们的邻居澳洲呢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个确诊案例了 新西兰应该来说还是相当幸运的 到今天来还没有一例的确诊病例 其实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在上个中午 新西兰政府已经实施了 对华旅客的一个禁飞令 随着这个禁飞令的展开呢 接着下来新西兰出现 确诊病例的可能性呢 所以时间的退役在减少 因为毕竟这个人数呢 抵达新西兰这个奥克兰 或者基督城国际机场的 这个来自中国旅客的人数呢 会越来越少 因为大部分已经过不来了 当然这个今天卫生部的发言人 也强调了一点呢 我们还是要做好这种准备 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性啊 这个不知道哪天 忽然就出现了一个确诊病例 也不知道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一个确诊和疑似病例 今天呢有三个样本 正在检验 这个是卫生部今天下午宣布的 当然呢 这三个样本呢 都是为了所谓的precaution 就是预防性的一个措施 卫生部官员强调呢 这三个人呢 并没有出现所谓 新型肺炎的一个 疑似病例的症状 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呢 去进行检验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新西兰从武汉撤侨的飞机呢 最新的情况来看呢 将会在今天晚上抵达武汉 今天晚上抵达武汉 然后呢 在明天下午的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呢 回到奥克兰 早上呢 有消息说 这个飞机上可能有70个新西兰人 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呢 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呢 现在大概有200多个新西兰人 这个数字差距还挺大的 这个数字差距很大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 在一线呢 是可能是非常的混乱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非常的混乱 包括这个人员的登记啊 人员的这个清点啊 上机之后的这些人数的整理啊 都是相当的混乱 因为可以想到 有很多的未知数在前面 是 比如说在筛查的过程中 是谁出现了 或者说有没有这种症状 是 能不能上飞机 都是随时都会变化 都是随时变化的 包括这个 这些人员到达新西兰之后 怎么处理啊 其实很多现在都是不知道的消息 明天下午啊 这个飞机呢 就会就将会回到我们奥克兰 尾号0908的这位朋友说 小鹿的声音几年没有听到了 欢迎你回来 谢谢 我还有热心听众 3663说来点播一首歌 我们第二个小时给大家带来 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疫情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国疫情的情况是怎样 中国呢 到我们知道这个整体疫情的情况呢 仍然是不那么令人乐观 昨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和相信的中南山院士呢 他是认为疫情可能还有十天到两周才会达到顶峰 今天中国确诊的数字呢 已经超过了两万 是 这个数字仍然是在向上走的一个趋势 而且中南山院士他这个预测 好像也打破了之前很多人的一个预期 觉得拐点马上就要到了 当时他曾经说过元宵节 但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发展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啊 这个你当时说的元宵节 为什么现在元宵节也不是了 因为这个疫情呢 其实是在发展 包括这个病毒本身 它的传染性如此之强 我想也不是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想到的 对 甚至包括一些质疑者 在最开始质疑中国官方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些很多人士啊 我想可能最开始也没有想到 这个肺炎的传播的速度 甚至超过了当年的SARS 超过了当年的非典 包括大家对一些数字 最开始可能有一些专家 出来的数字1000多 大家都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在 好像夸大什么了 和目前的数字相比 真是 小无见大无 对 现在已经超过2万 稍微让人安心一点点的呢 我看今天的疑似病例 似乎增加的速度呢 比跟前两天相比呢 没有那么的大 那如果出现疑似病例的这个下降 因为现在疑似病例还有 大概有2万多 这个印象不深刻有2万多 那如果疑似病例的数字出现下降的话呢 恐怕也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只能够祈祷和期待这样的事情呢 快一点发生 这个是有关这个肺炎疫情的最新的情况 当然这个疫情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大家也在慢慢的去 有时间去做一些整理和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武汉市内这个 各种有关内部的一些消息呢 也通过很多很多渠道传播出来 除了一些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啊 一些这个民间的媒体的报道啊 甚至还包括一些民间的求救的信息呢 也在不断的浮现出来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 是 当然我们说在这样的时间呢 可能官方媒体的消息更加准确一些 这个是存在一些可能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够忽视很多 比如说类似于民间媒体 我们都知道的中国官媒和地方媒体的区别啊 地方媒体的一些采集到的一些信息 我们不能够忽视这里面传递出来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包括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求救的一些一些信息啊 一些一些一些截图啊 或者说一些一些自媒体的一些报道啊 我们当然不能够说这些的报道全部是正确的 里面一定会掺杂的一些夸张的或者说夸大的 或者说甚至会有一些编造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但是我们说即便把这些信息除掉 我们立体除掉很大 或者说我们以前这个经常说体育表达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对不对 我们即便把里面最严重的一些情况去除之后 留下的很多信息仍然是让大家非常担忧的一个事情 对 我们看到现在每天中国各个地方都在报道一个疫情的进展 包括湖北包括武汉 还有很多北京上海深圳的其他地方 包括现在温州好像也是成为了一个疫情非常爆发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呢 现在除了湖北省之外 以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城市啊 省啊一些自治区啊 他们的疫情疫情的一些控制情况呢 现在官方介入了已经非常的深了 包括很多这个媒体的监督啊 包括一些信息的传达啊 我觉得可能这个这一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应该说现在已经基本接近事实了 对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湖北省以及武汉市的一些情况 嗯为什么呢 现在从一些数据可以去看 这个呢就是有很多 一方面就是从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众多的一些 包括自媒体啊 包括一些文章啊 有些有些有些文章也是不是说一些好像 名不见经传的媒体报道的啊 一些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些新闻机构 才写的一些报道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武汉市湖北省 很多的城市包括武汉市 包括什么黄刚啊 校感啊像荆州啊 这些地方呢都存在大量的病人 没有办法及时收治的问题 对啊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这个数字特别的大 现在好像针对这个数字 大家也在自己做一些自己的分析 是没有错 那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有太多这样求助的 这个这些信息啊 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疑似病例 包括是几乎可以从其他角度都能够被确认是感染了这个肺炎的病例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确诊 嗯 也就没有办法住上医院 那没有办法住上医院呢 他们的数字呢就没有办法寄入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里面去 对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一点 我们对于这个武汉这个城市的现状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啊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方面 对 比较令人担心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案例 是 活生生的案例 就是家里边一家老小都被感染 而且是住不上院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其中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呼声 我不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人会坐在那里变这个谣言 对 当然不派出有一些人 但是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谣言 包括前两天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的 就是以前凤凰卫视 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也在这个各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内容 就是凤凰卫视 他自己都有一个特约记者 是在现场 在武汉采访的一个特约记者 他家人也在武汉 他家人的 大概他的父母 包括他的其他的家人 都染上了这个疾病 尤其是父亲的疾病相当的严重 但是他 他是他在那里呼吁的 就是请大家帮助一下这个特约记者 因为他的父亲的病情如此严重 也没有办法安排住院 他甚至已经在担心父亲的 人生安危 是不是会因此遭遇到特别不幸的遭遇了 当然这个第二天第三天之后 这个记者的情况得到了安置 我想讲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在于 我不认为像包括这个凤凰卫视的 这么一个前著名主持人 包括这个记者 这个一切的东西都编出来的 我相信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但同时我也相信 这个记者的家人最后得到了安置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凤凰卫视身上的一定的特殊的身份在背后 那我也相信有更多更多的人 可能你的护身根本就不可能有 有什么重要的人物会关注到 那这样的人物到底有多少 这也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说到这个比例 还有一个数据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 但是这个三句两句讲不清楚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 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 我们刚才讲到了对于武汉本地的疫情 是会有一些担心 尤其是担心现在所发布的这些数据 是不是能够真实反映武汉市肺炎的严重情况 而且今天好像火神山已经开始收治这个病例了 据说今天已经收治了50例 但它一共的床位其实也就1000 火神山雷神山造完之后 一共大概能够增加2000个床位 但是这些床位是不是能够足以应雇武汉这次肺炎的疫情 当然我们关键一点 还是要看武汉现在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刚才讲 相对于武汉而言 其他的城市省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是会比较相信那些官方的数据 我不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在中国在那些官方的政府 还会有什么恶意隐瞒的情况 这个是我自己的判断 我不认为他们会有 已经问题已经到了如此的严重的程度了 虽然较比之前这个数据 其实在最开始不太让大家相信 尤其在这个湖北去开两会的时候 刚刚开始 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病例出来 但是到现在这个数据 基本上大家还是以官方的那种 以官方的为准 尤其是其他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总觉得事情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的话 我不认为这个到现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各地的政府 还会在隐瞒这些数据 因为现在对于各地的政府来讲 最大的政治就是控制疫情 而最好控制疫情的办法就是公开 把信息公开 然后能够让所有的民众都警惕起来 这个是我自己的判断 虽然各地的疫情也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这个像温州 像很多地方都已经封城了 湖北就不用讲 很多地方都已经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 甚至今天我看到温州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小区 两天只能出一次 每次只能出两个小时这种规定 就凭护口本 凭身份证才能够出小区的 香港今天也分了四个口岸 从各种的迹象显示 这个疫情都很严重 那每个地方呢 现在都很谨慎 我认为他们都会真实地处理这些数字 但是湖北和武汉 这个说到这里 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真实不真实的问题 就是现在官方 他要面临的 不是说我要不要隐瞒这些数据的问题 而是他如何去做到确诊那些数据的问题 可能情况呢 最严重的情况下就是 可能官方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些准确的统计 因为这个疫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 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设备资源 去做一些统筹和安排 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呢 我想大家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很多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数据问题 为什么说数据 当然数据不是每次都是准确的 所谓的概率和推论 所谓的逻辑推理 也不是每一次都正确的 因为这个世界并毕竟不是完全按照理性来运作的 但是呢 它是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大概的方向 就像我们看民调 尤其是出口民调 它不一定百分之百能够反映最后的结果 但是它能够反映一个大的趋势 所有的这些数据推论 推演都会有误差 但是误差呢 都是相对来说呢 是在一定的误差范围之内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谈起这个数据呢 今天中午几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呢 这次从新西兰回到奥克兰的这个撤桥班机上 大概我们就算到300个人好了 那我们再讲到这300个人当中 会不会出现一些疑似病例 或者说甚至确诊病例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想起一个问题 究竟现在在武汉 在武汉的这些市民当中 有百分之几的比例可能感染了这个病例 有没有一个相对可以参考的这么一个数据 如果说300个人中有一个人感染 那个这个外率价格就是千分之三点几的 千分之三点几的这么一个感染率 如果说这300人中有一个感染 大概就是千分之三点几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一些数据 看看这个大概能够推算的感染率是多少 所以就找到了一些其他国家撤桥之后的一些感染的情况 看完了之后呢 还是挺挺首先是挺令人担心的 其次呢就是可能我们还我个人还是 如果按照这个概率来推算的话 新西兰这个撤桥这300300人中出现一例感染的机会可能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数据啊 截至目前日本撤桥565人 其中有8人确诊 这个感染的比例是1.4 新加坡撤桥92人 一人确诊 感染的比例是1 德国撤桥124人 两人确诊 感染比例是1.6 平均感染率是1.4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这个大概大概的这个感染比率是在1.几 如果说我们单纯从这个撤的这些这些侨民的这个感染比例来算 那如果是以这个比例来算的话 天哪300个新西兰人能够感染几个 哇这个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挺恐怖的数字啊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 那你现在这个只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比例范围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推出 这个可能这个感染比例有多大 我只是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啊 无论是日本撤桥还是德国撤桥 还是其他国家撤桥 那些人都是生活在武汉的普通市民 他们理论上不会说比其他的市民 有更多接触到这个病毒的机会或者可能 是好像这个逻辑推理上好像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吧 对他不是说这个可能性或高或者或低 他其实都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平均的水平嘛 我这边一个数据是法国撤桥 254人里面他说有36人出现了这个相关的症状 但是法国撤桥这个可能最后你确诊到底是多少 这个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刚才讲啊 如果说按照一点几的这个 这是一个一个比例的话呢 虽然这个不是我再强调一遍 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完全具有一些科学论调 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推论啊 既然说各个国家撤桥大概都是一点几的人感染 当然这感染的程度有轻有重有很多这个被感染的病人都完全很轻啊 甚至一会儿就好 有的只是说测出感染有病毒但是没有什么症状 有的就根本就不严重可能看两瓶就好了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大概百分之一点几的人的比例 它是它是有病毒的这是从武汉出来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方面的数据 另一方面数据呢是我们从网上找到的啊 就是关于现在已经在武汉的 现在仍然在湖北省的 仍然在武汉的和已经离开武汉的这些人的一个对比的情况 大概的数据呢这个挺复杂 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不可能说把这些数学公式都给大家拿出来一一的对应 大概的意思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拿一根笔啊 看一些实际的数字情况再来核算一下 大概得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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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就是说我们发现啊离开武汉离开武汉的这群人 就是从武汉离开在那个月23号之前封城的前一刻离开武汉 去往其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 现在确诊的比例要大大的超过留在武汉 现在我们在这个官方数字上确诊的比例 我不知道这个表达是不是足够的清晰 这么说啊就是说现在全国各地 现在两万多个确诊啊 其中大概一万多个在武汉一万多个是在全国其他地方 当然全国其他地方他仍然他有很多是被输入性病例感染的 对啊有很多一大部分 但是这个有一个比例问题 即便在去除了这些输入病例的前提下 去除这些输入病例的前提下 仅仅计算在这个武汉出去的人到比如武汉去的人到上海到北京到深圳这些地方 他在发病的比例含除以现在武汉离开离开武汉这个城的武汉人的比例 这个比例要大大的高于留在武汉人中最后这个得病这个数字的比例 对就外省市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数据 好像以武汉本地的这个数据要多很多 没错啊就是虽然我们看这个外省市这个各个地方 现在看起来这个疑似病例没有武汉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新型肺炎病毒 我们有一个预设前提 就是这个病毒是在武汉爆发的 对 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所以说所有在外省市出现的这个病例都多多少少 要不然就是武汉出去的人 要不然就是失误了之后在二次感染的本地的人 都是和武汉这个根源有关 对不对 那在这个大前提下 我们把这个中国全中国这个得病的一些人啊 刨除效一些这个二次传播 因为二次传播现在毕竟是少的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些各种官方数据啊 有一些但是毕竟是少 绝大部分还是输入性输入性病例 那这些输入性病例应该都是在1月23号之前离开武汉的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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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武汉的人或者湖北的人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核算问题 除一除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比例大大高于 现在仍然留在武汉这1000万人 因为武汉现在有1000万人 现在实际病例才才多少 对不对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推论 甚至似乎可以得到这一个 是不是这个武汉这个数据被低估了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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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当然还是一点还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所有这些数据只是推论 只是逻辑上的推论 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说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你今天可以告诉我这个多数好几倍是不对的 肯定是有问题 你说六倍七倍这个都是不对的 但是至少说明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在武汉这个感染的病率可能被大大的低估了 就可能是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啊 这个不清楚 但是至少现在这个数字呢 确实是有一点点觉得 为什么离开武汉的人发病率这么高 留在武汉人发病率反而没有那么高 对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这个说这么多关于数据 其实数据背后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和个体 所以说为什么说担忧武汉本地的这个数据 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在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 那就是本地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正在困境当中 没有办法得到相关的帮助 是其实我们分析那么多啊 就是数据啊 又是一大堆大家可能听起来天花乱坠啊 你们在说什么这个乱七八又听不懂听不懂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要指出 呃谁在隐瞒数据啊 或者说谁在黑谁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只是说呢 根据各种数据的推论 以及现在网上看到的很多这些文章啊 一些呼救的声音啊 一些各种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 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 可能现在武汉出现的这一万多个案例啊 一万多个病例啊 远远不止 远远不止 可能呃换句话来讲呢 就是那个地方呢 呃需要外界的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当然我相信一点 就是现在中国官方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还是各个省 对这个抗疫这件事情啊 就是呃抗疫情这件事情 已经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最大限度的一些一些经历 但是这些这些努力是不是能够足够啊 武汉当地的一些民众的呃一些求医的诉求 是不是能够得到解决 这真的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些事情 嗯 有的时候呢呃真相虽然残酷 事实虽然残酷 但是我们也必须去面对 是呃现在我们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武汉那边还有很多很多 像我们刚才讲到凤凰卫视记者这样呼救的声音 但是呢因为他的声音不像呃凤凰卫视记者这样的背景 他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嗯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你在现在这个阶段 你只能还是相信这个中国政府和武汉的湖北的各地的地区政府啊 或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啊或者说其他的部门能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去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小鹿你觉得你觉得就对这个有信心吗 哎呃其实我刚才听了这些数据仍然就觉得好像心又往下落了一劲 又抽了一下对嗯嗯 然后呢呃呃其实现在每天都是这种状态 然后看到了呃可能有很多呃 这个确实给大家鼓舞人心的一些消息 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鼓舞人心背后还是对这个 现在疫情发展的这个状况是有忧虑的 包括身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 呃包括今天关于本地的一些大的活动都被取消了 呃本地的议会其实每一年都会举行这个呃元宵灯会的活动 每一年去的人非常的多大概有20万平均左右呃 今天他们和华社的一些领袖举行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其实在会议之前我们也有预测 就现在华社的一种担忧的这种情绪来说 可能被取消已经是大家心里面的一个预期 一个预期的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决定 对那么最后这个决定就是把这个元宵灯会给取消掉了 所以说其实海外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和国内其实是相通的 对是是那在这个整体这个国家面临这么大一个疫情 要去抗争啊要去要去要去解决这个巨大问题 可以说是国家面临一个危机的时候 嗯在网络上对于这种问题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个呢就是说在这种国家出现危机啊 这个疫情的时刻呢大家要种植成城 不要给国家添乱 不要去做这些猜测 不要去说这些泄气的东西 不要去研究这些可能让人心一沉的数据 这是一种说法 那另一种说法呢就是无论如何事实总是事实 只有把事实说出来才会让更多人得到救助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观点 而然小鹿你觉得你个人倾向于你觉得你会比较愿意 愿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些 有一点点冷冰冰的事实的抛心 嗯虽然有的时候就是 呃大家沉浸在一种情绪里边 就突然间说我不想沉浸在这种情绪 我需要鼓鼓沁但是这种情绪它是有事实依据的 因为你就需要面对那么残酷的现实 比如说我最近呃看到一些公众号的文章 在呃回去回忆SARS当时有一些人尤其是重症患者 他们在这个求医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的阻挠 然后就遇到了种种的困难 其实他也在反思 他说我当时遇到的情况 现在希望他在经历这一次的时候 不再有那么多人经历这样的这样的过程 但其实我们呃比较心痛的一点 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很多的数据 嗯可能就意味着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个人还是在经历这样的困境 没错嗯 是真的是我有时候想到现在还在湖北 还在武汉的一些呃健康的人 当然是也也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一些巨大的影响 那尤其是那些已经得病的 同时又呃已经出现了好多好多严重的症状 这个甚至有气喘不上来的现象 但是因为在现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官方要不要要来做 这个我想这个无论是武汉还是湖北官方 他一定是非常急迫的需要解决每一个 他想照顾每一个病人 但是实在是因为资源或者各方面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掉的前提下 那些病人现在这种绝望和无助的心理啊 真的是是挺担心的 呃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乐观啊 会觉得我们就是把事情往坏的地方想啊 或者说好像有什么动机啊之类的 呃每个人的想法我没法控制啊 这个只是我们自己我我本人的一些 还是还是挺深的一些担忧啊 这个可能是一些自己的推论吧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赶紧周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他有说啊 刚才给大家分析一些枯燥的数据的时候呢 呃提到离开武汉的这个武汉人 他在其他地方感染的比率 现在看起来呢 按照官方数据要大大的高于 留在武汉的这些武汉人的感染率 这个着实让大家对于武汉的真实的感染情况呢 表示了感到一些担心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离开武汉之后那些武汉人 他们的传染率比留在武汉的高 就是可能离开武汉 他就感染比率更高一些 更容易感染一些 这种可能性更可怕 更可怕对不对 就是说明这个病毒在不停的变化当中 它甚至会让自己的穿越性增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更可怕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来抗击疫情的角度来说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 跟小璐也交流了一下看法 这个对于现在仍然在武汉的一些病人的家属 真的是有一些说不出滋味 对很难想象 最近也经常在感慨说 人生这么多困难 很多 这个事情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观 这次武汉的疫情 真的是改变很多人对于人生的看法 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对于这个人类应该要从走向哪个方向的看法 这个真是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现象 刚才我们的同事也发来最新的一个消息 香港出现死亡病例是境外的第二例 是境外的第二例 那么这个人是39岁的男性也是来自武汉 年轻人 对 非常年轻的一个39岁的年轻 年轻男子 1330这位朋友说呢 如果把所有信息碎片和数据上出现的问题结合起来 可以很容易吞论出 中国在数据上加了很多水分 我从于您前办断 那是不是这个政府主观上去加这个水分 我更我更愿意相信是在湖北和武汉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数据 他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确认 甚至这个试剂盒啊 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跟不上 床位也跟不上 所以导致很多很多很多病人 他都没有办法去统计 没有办法确认 那没有办法确认呢 就没有办法在官方的数据中统计出来 是不是有意为之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说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 我们才慢慢的回来检讨 在上个周末到本周前半部分吧 这个中国的武汉的这个疫情呢 还伴随着一个特别大的社会事件 对 就是对于红十字会的质疑 很多人就开玩笑的说 说在朋友圈就已经被气死了 是 关于这个红十字会 包括武汉红十字会 还有中国湖北红十字会 在整个疫情中出的一些问题啊 他闹的一些笑话啊 被网民批评啊 被大家怒骂的一些一些问题呢 我相信不用在这里再去重复了 对大家可能或多或少 都已经提出到的一些信息 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说每次出现 这么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哎我们这个红十字会啊 每次都非常非常的 及时的出来 就成了大家指责的对象 似乎每次都不负重望 每次都是红十字会 对用东北话说 怎么就那么点倍呢 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呢 为什么每次都是红十字会呢 不管是以前的这个国民美事件啊 还是后来的很多 这个包括温泉地震的时候 也出现一些问题啊 包括这个前两年很多慈善机构 受质疑的时候 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呢 经常就是首当其冲啊 被成为靶子 这次也不例外 是 我记得前两天 这个红十字会 在有一些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很多的人去指责他 然后也出来接受采访 是 然后说这个尤其人力物力 还有心理上也承受很多的压力 有朋友也转了这样的媒体的采访 他说 我觉得红十字会 在现在这个时候撒娇 是不是有一点让人觉得 更接受不了 是 就是好像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啊 这个你已经犯了很多错 确实他都自己都道歉了啊 这个承认自己的管理上啊 各方面有疏失 你自己都已经道歉了 在这个时候呢 你说人力物力不够 或者说你这个缺乏资源之类的 那我想现在没有人 可以比在武汉 在湖北第一线的这个医务工作人员 更可以抱怨的 对不对 他们冒着生命威胁 冒着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不足 在前线奋斗 你后方做一个支援机构 你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抱怨的 哪怕你真的是面临人力物力的问题 我觉得他也没办法抱怨 这两天还有一个 一个让优点啼笑皆非的消息呢 就是说 因为红十字会啊 湖北还是武汉的红十字会 觉得呢 他们很大一个问题是人手不够啊 所以没有办法清点 完成及时各地捐赠过来东西的清点 他们抱怨这件事情 有消息说呢 有一个物流公司接手了之后呢 在两天之内就把这东西点干净了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分析这个现象 难道真的是这些物流公司的 这个工作人员 他干活的这个热情投入和水平 就会超过这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吗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我看到消息 这个红十字会 他这个正门是不开的 是因为他就是说人手不够 我不能就是把正门向大家敞开 大家一窝蜂的过来 我就处理不了 是 然后他开片门 开片门 开后门 对 开小门 开小门 这样的事情呢 真的是让人有一点点难以理解 难道因为 怎么说呢 什么年代了 就是什么年代了 就是就算是红十字会 我们都知道 可能是一个相对 比较轻松的工作岗位 或者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 尤其有一段人 这个时间很多网友 挖出来 红十字会的这个领导者 好像又是一个什么天津爆炸事件 之后被撸掉的这么一个植物的一个人 跑到红十字会去做领导 这样这样这样的很多很多信息都涌进来 有些证有些假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分辨 但无论如何 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 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 有那么多工作人员 他们总不见得真的是那么无能吧 我真的是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奇 为什么每次他们都能够捅楼子 每次都能够让这个问题在他们身上爆发 包括我们这个前两年分析的很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 什么捐赠的对象 这个口罩划播 然后什么 什么收提成了 什么收提成了 对 然后这个什么医院 把协和医院从名单上漏掉了 什么医院去提口罩 提不到这个市政府的人开这个司机 这个司机开了 然后车就提走一箱之类的 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在现在这样一个打疫情的重要关头 每个人如果在现场应该都是有这种激情和工作能力去应付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我个人不相信是因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比其他地方要差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甚至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天津爆炸被录到那边去做红十字会领导的这个官员 我也不相信他的水平就能够比这个其他的官员差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去 感觉到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个官僚主义的缩影 好像总是能体现在红十字会办一些事情上 是 他为什么会会说这个红十字会就会每次都是这样 他到底是一个能力问题还是一个一个怎么样问题呢 我个人呢有一个想法啊 我经过了一些一些这个一些搜索之后啊 我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啊这样一个协会啊 他在很大程度上他出现的问题就在于 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 就是体制上 他在他的体系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 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者最高的领导人 最高的管理是中国公务院 哦他其实是官方的 他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官方序列下的民间组织 有一个官方领导下的民间组织 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包括红十字会各地红十字会的重要领导 都是在政府系统下任命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纯民间组织啊 对大家坐在一起像我们这个什么媒体工作者联合会 大家选一选选一个这个 他不是的 他是官方任命的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 其实在出这个很多很多负面的事情之前 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民间的词诚 大家都觉得 但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现在大家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民间组织了 没错 他就是一个类似的政府机关的一个这么一个存在 虽然他是红十字会 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 中国的红十字会呢 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官方体系上的一个组织 红十字会的这个经营啊什么的 都是用官方的一套系统在经营 包括他有一些财政的拨款啊 人员参照公务员待遇啊 就是你红十字会的会长副会长那么多人啊 很多包括你知道这个中国红十字总会 有很多很多副会长都是一些重要官员兼任的 甚至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著名的主持人 白岩松他也是红十字会的名誉副会长 还是还是什么副会长 就是各个重要的人物在里面兼任啊 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他他是一个呃半官方的组织 然后又是又是呢 在民间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半民间的组织 他就他就造成一个呃一个很神奇的组合 一个很神奇的组合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 所有人都要捐款 当所有的钱都涌向红十字会的时候呢 呃他在面对社会大众接受捐款的时候 他像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对不对啊 就是国际红十字会嘛 对不对 我们就有中国红十字会 我们是个民间组织来接受你的钱 来做一些善 在一些慈善做一些那个拨款 但是他在接受完这笔拨款 接受完这些物资之后 他在继续下一步运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钱应该往哪拨啊 我这个这个东西应该往哪走 他又不是按照一个民间组织 一个纯民间的组织来安排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民间组织就一定比官方组织好吗 其实不一定 但是民间组织呢 他有他自己做事情的一个自由度 对啊 如果你是纯民间组织 我今天成立一个慈善会 最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韩红啊 最近的时间非常火 他的韩红慈善基金会啊 大家后来我们要把钱就给韩红 为什么呢 韩红首先他能够做到完全公开 嗯 他拿的钱 他可以做到完全公开 因为他就是纯民间的啊 哪怕他有工作人员 今天这个收了多少工资 他今天吃了多少碗方便面 今天喝了多少个 多有杯水 他都可以赶给你公开 因为他是民间的 他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必要担心这个会和那个会啊 这个前两天网上有传言说什么 这个会报 那个会拨款100块 这个都是莫名其妙 看不懂的事情 他不可能出现这个事情 因为他是个纯民间的一个自由 这个运行的组织 对不对 那韩红慈善总会呢 他也可以做到 我今天想给哪个医院捐款 我就往哪个医院拨款啊 如果说民间组织跑过来 说我今天就算往这个医院跑 我可以一定能够做到 他没有什么好牵制的 因为他完整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 他可以觉得啊 这个他可能慈善基金会 每个基金会每个自然都有一些工作人员 他来判断 前线哪个医院 哪些地方最需要这些物资 哪些地方最需要那些钱 相信只要是一个正直的 善良的 有正常思考的人 都很容易的完成这个工作 对 非常容易啊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送吗 对不对 不可能把口罩送到那个 不孕不育的医院 又没有需要 为什么要送呢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我也没有必要去迎合某些捐赠者 你说王奶送 我就王奶送 对不起 我自己慈善总会 有自己慈善总会的一些机制来控制 但是中国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 它虽然看起来是个民间组织 但是它其实是官方序列 所以说呢 它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呢 它要接受官方的安排 接受湖北省政府啊 这个武汉市政府的安排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们大家可以上网去搜 湖北省的省长 武汉市的市长都曾经说过 红十字会的物资调配 由武汉市来统一的安排 对 由市里面和省里面来统一的安排 我现在不是说市里面统一安排 或者省里面统一安排就不好 但是呢 这就让它的身份 就显得非常的奇怪 它一方面是个民间组织 同时呢 也有行政上的一些领导的关系 所以它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它要接受领导的意志 那领导呢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考虑 所以就到最后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它做出来很多事情呢 都是我们简单来讲 都是不符合市场要求的 导致它的效率也非常低 导致它的效率非常低 导致它的工作人员呢 也很奇怪 因为这个工作人员是公务员编制 所以它要做的呢 它不是 或者说它的第一要做的 它不是满足这个 这些需要帮助人的要求 而是不要在这个系统里出错 对 这个是很简单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 我要是在那个系统里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也有这种 它说它的压力也很大 它压力也很大 它压力也很大 省长和那个市长每天都定着它 或者说省那边美和市民美都定着它 再加上湖北省和武汉市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 确实是面临一个空前的压力啊 这个处理疫情的压力啊 那个省领导市领导 现在都每天都自己都焦头烂额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它一定会出现一些低效率的问题 那反过来那些纯粹的民间组织 比如说航红这样的民间组织 它相对来说 你说它没有这样的可能也有 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它也会有 但是呢 它相对来说 它就能够比较自如的处理这些问题 对 我相信系统问题 或者说整个红十字会的这个性质 就半官方半民间 这种神奇的组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是造成红会每次都成为众矢之地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对 因为大家一腔热血 把这个钱都捐给你红会 以为你能够帮助我 能够帮我去解决 没想到你是一个官方的组织 更可怕的呢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讲到这个几十斤 去世才几十斤的那个女孩 无什么艳 不太清楚了啊 就是四十多斤去世 很可怜 中国还有些慈善组织呢 它甚至是商业性式的慈善组织 那就更可怕 这个是红会的一个 会成为众矢之地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红会这种半官方的一些性质 所以说当一大一段像这些疫情啊 或者救灾 或者这种情况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呢 民间的怒火 在没有办法完全指向官方 或者说指向官方的途径受到限制的时候呢 会把自己这些不满情绪发泄在 像红会这种官方半官方的组织上面去 这是不是也解释了 为什么每一次这个出危机事件的时候 红会都成为了重视之地 其实呢 就是大家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呢 表达一些对于这些处理问题的不满 当然现在因为网络的开放 因为信息的膨胀啊 这个大家呢 也可以对中国政府的一些事情 做出一些批评 但是毕竟是在有一定限度之内的 似乎呢 这个对于红十字会的批评呢 这个界限放得非常的宽 尺度非常的宽啊 这个大家可以做到这个批评比较的深入 还有个比较类似的例子 就是中国足协啊 不知道小鹿是不是 小鹿是不是关心体育 中国足协是中国体育被 或者说中国整个社会被骂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不管看不看球 我都知道就是 大家好像骂中国足协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中国足协 其实中国足协跟众会其实很像的 它也是个社团组织 但其实它也是半官方的 足协主席呢 也是体育局来指派的啊 体育总局来指派的 也是一个不伦不略的现象 你看这个大家骂起中国足球 骂起中国足协来 就完全不需要有什么顾忌啊 021这位朋友说 红十字会就是出气筒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不可能要求助队友一夜之间就能神器助攻 红会就是来安排那些 有关系和犯过错的能力差的 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啊 那意思就是红会 你看就是让你这个没有能力在那待啊 本来就是个舒舒服服过度的一个职位 没想到出了能说你这么多的压力 这是种可能了 但其实我都以为每一次出了这样的错之后 可能下一次就会好 但下一次又还是没好 这是系统问题 就像中国足协一样 每次换了中国足协换了个主席 大家都觉得哇 这个下次总该冲进世界杯了吧 但是每次还是一样的 系统问题呢 可能是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我不认为是一个官员的能力 能够差到这种程度啊 你要知道这些官员虽然犯了错啊 但是能够走到今天啊 他也是不容易的啊 这个5599说 看听你们说着说着 就想起了天下粮仓 不多说了 不在位其位 不谋其政 希望一切尽快好起来 老百姓就是善良 没被逼急了 就不会谋反 红会不是个东西啊 这个以下就是给小鹿的啊 好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小题就到这 稍微休息一会儿了